你得知李文 遭中国好声音制作单位收入后 接连在脸书开轰 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 为名为力 不择手段 即使同行亦侮辱他们自己的本质 看不起 而他之后再度发文 信不信有你 良心有多冷 坏人有多坏 去了好声音师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 去整我 因为I told the truth 我说真相 接着直接爆料 确定柳富岛下读手 即使你家上海有十条街 也不够你跌停板 而参与的学员王泽鹏 也公布了好声音的内幕 揭露了工作人员 对李文的残忍对待 因为那个时候在合唱歌曲的时候 前天晚上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问过现场导演说 如果说我要是在唱的时候 可不可以回头 或者是有什么眼神交流 跟可口老师 他们说不可以 就是完全得按照他的走位 就是可能你主歌的时候 得看到旁边这个舞台 主歌得看到你面前这个舞台 他们说摄像头 会把我们两个人的头像 放到舞台两侧大屏幕上 会营造成一个 两个人在对话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不让我看任何的 比如说回头看 或者是左边看这样子 所以说导致 这首歌从头到尾唱完 我都没有看到你中间摔在地上 哈喽 哲鹏 不好意思昨天飞回去香港 然后跟我家里人在一起 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所以没关系的 事情都过了 其实就是导演 导演跟我说好 我们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后让你可以辅助我 是导演说的 然后最后让你按照原本的 这个就是 所以我当场就说导演你讨厌我 你去整我 这个是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 非常坏的 坏心眼的人 那我也了解 他们要说什么 你必须要听啊 年轻人你现在要的就是机会 我懂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嘛 黑幕 这个节目就是玩耍嘛 大家都是陪跑 然后他们已经有规定 他们想赢的人 不如所谓 不如所谓